作词 李宗盛 想再次遇见 有时候的现实会遇到 是幻想还在 不停的依靠 梦系背对背的走掉 梦境太过无法忘掉 你的心需要我的心跳 回到原点的拥抱 对你说我爱你 你就像最美的心 完全的陷入和你不期而遇 我只要你找到了最美的心 多想风轻一秒一走 在一路 台湾 그렇 你还要是 也要不是 可怕 还能保 眉间杂肌收缩 喉咙呢 出现吞咽的 双手交叉紧握 手指来回搓动 这些所有的情绪跟表情 都代表着脊强 内心焦躁不安 压力大 人的身体呢 能传达出各种的情绪 其中以脸部成像最为显著 也就是我们心理学所说的 微表情 微表情最短 可以持续零点零四秒 虽然情绪 只会流出一瞬 但是只要捕捉到那一瞬 就能知道对方当下所想 那老师 如果所有人面对某一个人 做出的反应都相同 就像屏幕上 那种紧张的表情一样呢 那就说明那些人 面对的那个人 极度的危险 要小心了 都在等你呢 出去 出去 全部出去 你这哪里找来的 我 路上拉来的是吗 对不起啊 南姐 我再去找啊 喂 什么 知道了 又怎么了 是 宋子豪 他又突然消失了 现在片场已经停工了 又来了 我这边 是 回去 劇組 拍戲 還來得及 你是要 自己回去 還是 我押你回去 我已經連續 拍了整整一年的戏了 这一年里 我都是在剧组里过的 哪怕一天的休息时间 都没有 我现在连一个 普通的上班族都不如 上班族起码还能有个价吧 你现在既要享受 明星的待遇 又要享受 普通人的权利 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就知道 你根本就不在乎 我的感受 你不就想让我 跟你拍戏挣钱吗 我在你的眼里 就是一个挣钱的工具 好 反正今天我不拍了 你拿我怎么样吧 你拿我 要把你拍戏 子豪 你说这种的话 就太伤我的心了 你以为今天 我让你去剧组拍戏 是为了我吗 如果你今天 戏拍不完的话 明天剧组肯定不放人 那你就会把广告商 还有媒体都得罪了 他们就会说 你耍大牌 你觉得这种话传出去 对你来说是好的吗 你怎么不懂我的苦心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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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别哭了 我回去走还不行吗 别哭了 好好拍戏啊 安静 你别伤心了 他都已经知道错了 伤什么心呢 我如果不流两滴眼泪的话 怎么把他骗回去剧组拍戏 真的压他回去吗 我哪有这么大力气啊 那你刚才 愣着干什么 赶快去剧组盯着他演戏 耽误进度的话要赔钱的 际总好 准备的怎么样 都差不多了吧 季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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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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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才来呀 我们大家都在这儿等着你呢 季总 新一期的设计风格真好 我很喜欢 因为你好几次 你也不理人家 今天早晚秀 一起去吃饭吧 今天的大秀 对意识上来说 非常地重要 希望大家把所有的精力 和注意力 都放到梯台上 不允许出任何的岔阔 好了 准备上台 不愧是主秀模特 你看他表现力 就是到外面 不啊 恰恰相反 他很紧张 紧张 你怎么看上来的 他微笑的时候 有意识地在收缩脸部肌肉 但眉毛和眼部的肌肉 却没有收缩 人的眼部杂鸡 是不受意识支配的 是伪装不出来的 所以啊 说明他内心 非常地焦虑不安 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 留意一下他 别出什么事 袁总 打电话 是吗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怎么信任 你怎么信任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感情 好 好 好 专场 我们专场了 导演导演 咱们下个场景拍不了了 拍不了 对 楼底上有人要跳楼自杀 哪里啊 拍不了 那换个场景行不行 不行啊 要跟之前拍的接戏 今天拍不了 咱们明天拍吧 可以的 赶紧去看看去 千万别跳啊 别哭了 再哭了 再让他跳下去 别冲动 冷静一点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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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冲动 你们不要冲动 有话好好说 你谁啊 我跟你说得着吗 你闹这么大的动静 不就是要让大家做个见证吗 你为什么要拉着这个姑娘跳楼 她跟你有什么仇啊 这臭娘们 背着我在外面勾搭了别的男人 现在要跟我分手 我没有 我跟你分手 是因为我受不了你 变态的控制欲 你整天都一身一归 跟她没有关系 为了你 我可以死 那 那是因为我爱你 你知道的 她就算我死 我一定拉着你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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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冷静 我算是听明白了 原来是有第三者 那你就不应该跳了 如果你跳下去 那你就平衡那个男小三了 你把那个 那个男小三的电话给我 我现在立刻叫她过来 你们当面对峙 把话说清楚 反正你都要跳了 到时候再决定 两个人跳 还是三个人跳 也不迟啊 对 喂 喂 你认识陈安安吧 现在她男朋友 拉着她 在大创园区顶楼要跳楼 你现在马上过来 要是他们真的跳下去的话 你这辈子就背了两条人命了 快点过来 十分钟以内 好好好 你先稳住他们的情绪 我马上就到 找到安安了 我先去一趟 他马上就到了 别紧张啊 立刻就到了 你别过来 你不要紧张啊 我 我就想跟你说说心里话 其实 你的遭遇 我都经历过 我老公之前跟一个女人出轨了 上礼拜 他还跟我离婚 他还拿走我所有的家产 那我那结婚了吗 又开始演戏了 那个时候 我还怀孕 然后他就叫我去医院 把我的小孩子打掉了 我恨那个渣男 我就想跟他同归于尽 因为我想让他知道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会比我更爱他了 你不是编故事骗我的吧 现在想到那段日子 我的心还是很痛 我的心都碎了 越想越伤心 我也不想活了 我 大哥你放开他吧 你放开他 你放一块 爸 我们一起死吧 我们两个命苦的人 一起去死吧 你放开他 我也想死 你冷静 你冷静一点 我冷静不了 本着我也想死 我们一起去死吧 你放开他 你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插合什么呀 闹够了没有 金总 你别过来 这个人现在已经疯了 你闭嘴 江浩的来了 你紧张了是吧 你别误会啊 这女人死活与我不关 你怎么这么讲话呢 我让你来救人的 把她卷下来 快点 把她卷下来 一个拒绝了我这么多次的女 我凭什么要救她 拒绝 什么意思 我确实 我是追求过安安 不过她拒绝了我 说她有男朋友 就是你啊 就这么没水准的男人 你 你为了她拒绝我 你后不后悔 后不后悔拒绝我啊 许总 渣男 感情你是来看戏的 我现在让你来雪中送炭的 你给我火上浇油啊 你看你傻不傻 为了她 现在要死要活的 你就是一生一鬼 误会你女朋友了 那她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我没有她我活不了啊 那还不如一起死啊 别别别别 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像这种没水准的人啊 他太偏急了 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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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句啊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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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快走快走 你个骗子 快来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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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passing 没事吧 没事吧 你跟她是用我的是吧 不是 我不认识她 我 我就来吃瓜的 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就会来 为什么这么 来呀 天哪 我的命好大 我居然没事 吓死我了 我的手手 手手 你没事我有事 你的屁股压到我的手了 屁股 怎么可能 你故意的吧 你以为我愿意接啊 从五楼掉下来一个屁股 谁愿意接 你看 这都不是屁股了 这是千军坠 我和守护力都碎了 我的腰 我腿 我腿 好痛哦 我哪里都痛 全身都痛 不知道有没有脑震大 演员吗 江湖畅 江湖畅 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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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姐 对对对 南姐 没事吧 彤彤 南姐 我没事 我跟你说 不要趁我休息的时候偷懒 知道了 知道了 你不用来看我了 我没事 好好工作 他运过去了 不 退退退 快快 退上去 退上去 慢点 本公众号刚刚得知 青年演员宋子豪和经纪人发生矛盾 本娱乐博主收到第一手消息 演员宋子豪备受经纪人的压榨和欺负 两人甚至爆发激烈争吵 表面上他们是一队好拿到 实际上他们关系非常的紧张 这组事情都搞不定 我找你来是吃白饭的吗 你要知道 现在损害的不是我的形象 是公司的形象 宋子豪现在是公司的点梁柱 外面很多大戏都指定他要当男一号 现在都在谣传 宋子豪马上要跟我们公司解约 男姐我没想到会闹这么大 再说也不是我造成的呀 那是我造成的喽 男姐我 别跟我解释 还没那个资格 对了男姐 上次你不是说 嫌房子的采光不好 想要重新装修吗 但是最近公司的业务这么多 你根本没有时间定装修啊 那就把房子租出去 另外再帮我租间房子 就在我那小区找 那你离公司近上班方便 好 我马上就去办 那 我先出去了 嗯 巨总 那个《玉兴娱乐》 遍过来一份艺人的名单和简历 像是要和我们合作 《玉兴娱乐》这几年的发展 势头可抹了 旗下签了很多当红的艺人 他们经济部总监能力也很强 善于炒作 和他们合作的话 有利于我们集团的发展 别动歪脑筋 还炒作 别跟那种功力心太强的人合作 还有一个事 那房子的事有消息了 对外出车了 那倒没有 但是房东决定出租了 通知那个业主这房子我租了 租期嘛 越久越好 那房子对你意义那么重大吗 它对你什么意义啊 你跟我说说呗 别问这么多 反正这房子 我势在必得 怎么是你啊 你不是跟男姐一起跳楼的那个吗 你是 我是独孤若男的助理 那天你们跳楼的时候 我也在现场 我想起来了 这个家的业主 不会是独孤若男吧 对啊 这是男姐的房子 真是冤家路窄啊 偏偏是她 这下难办了 我先看看房子吧 我带你看吧 这边呢是厨房 不用了不用了 这个家我比你还要收 这房子挺新的 才买了三年 而且是精装修 要不是男姐急着租出去 肯定比现在价格高 您看看 要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话 我们一会儿就把合约签了吧 太邋遢了这个 邋遢 我觉得还可以啊 什么 你说什么 被意识上拒了 他们到底懂不懂行 我们玉芯可是最大的经纪公司 平常都是别人求着我们来合作 现在我们自己送上来 推了这么多艺人 他们竟然一个都不要 他们老板是不是脑子进水啊 刚毕自用 目光短浅 意识上有这种总裁啊 早晚要倒闭 不合作就不合作啊 有什么了不起的 以后就把意识上 拉入黑名单 你说他们老板叫什么名字 寂寞是吧 以后别让我听到这个人的名字 我绝对不会跟这种 没脑子 没眼光 没前途的人合作 男姐 有人在 怎么又是你 男姐 他是来租房子的人 真的假的 这么巧 是啊 我也觉得很巧呢 对了 忘了自我介绍了 阿伦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 目光短浅 刚毕自用 脑子不好用 没什么前途的意识上总裁 寂寞 那既然你都听到了 我就直说了吧 从我第一眼见到你开始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 八字不合 命理犯冲 所以呢 这个房子我不会租给你的 你走吧 但是我订金都交给中介了呀 不能反悔了呀 不过就是钱嘛 还给你 彤彤 把钱给她 帮她走 男姐 你不是怕被别人骚扰吗 那就把房子租给她呀 你搬走就行了 彤彤 认识你这么多年 你第一次这么聪明 你 这样吧 经过我 考虑再三 我决定这个房子 还是租给你了 毕竟 仲介费都已经缴了 我呢 是不喜欢别人麻烦的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就是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你都不能随便退租 如果要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我不负责的 好啊 正合我意啊 季先生 祝你 祝得愉快 好 拜拜 许总 这是什么呀 我设计的装修图纸 这 你都没住过 怎么能画得那么清楚 别问这么多 按照图纸上的复原 我设计的装修图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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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Kak巡型的顺义 不过一大 啊 smoke 门口放的肯定是你订的佩侍导 没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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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假的 假的 纪总 你是得罪谁啊 这为什么这么恶心你啊 我得罪的人多了 我哪知道得罪谁啊 快快快 收拾这 去 我 我去啊 不然呢 快快快去 以后家还怎么住啊这 那小土水给我喷干净 起都完全老鼠爬成这 这 去 这 独孤若男 正好 独孤若男 认得这是什么吗 我刚搬进来 就烧到这种恐吓卡片 给我个解释 这很明显就是冲了你来的嘛 我还急着要去发布会 这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自己报警吧 那我今天报警明天再来骚扰 我是不是得天天报警啊 那是你的事情你自己决定啊 你肯定一早就知道这事了是不是 怪不得你签约那天那么说呢 那个女骗子 当初是你自己急着要搬进来的 我也说过了 如果发生什么状况 我该不负责 我还忙着呢 我要走了 再见 先别走 先别走 独孤若男是吧 我们接到报案 所以请您过来协助调查 怎么会是你 我早就说过 今天你必须得给我个说法 如果你不配合 我只能让你到这儿来解决了 警察同志 我们开始吧 好的 据季先生举报 你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 故意隐瞒了房屋信息 导致他遭到匿名骚扰 这是细线上 收到的恐吓信息 谁记得 上面怎么会有我的名字 是不是有人要害我 太可怕了 警察同志 你要保护我 独孤若男 顾宇忠不知道是吧 警察同志 他在撒谎 你凭什么说我在撒谎 你有证据吗 一个人惊讶的表情只会有一秒 就算受到再大的刺激 也不会超过一秒 你刚才一直保持着惊讶的状态 说明你的惊讶是美妆的 你根本就知道房子有问题 再故意隐瞒罢了 你先别说了 就算你不知道这个房子有问题 但这个卡片是寄给你的 你受到了威胁 现在可以选择报警 我们立案调查 我害怕 我一个入女子 孤身在这里打拼 我害怕 万一报警得罪了人 他们要来报复我 那我怎么办 一个人害怕 眉毛 会有明显的扭曲 会有纵向的皱眉纹 你刚才装作害怕的时候 别老一只张嘴 注意一下你的皱眉 和眉毛 她在说谎 我就是学心理学专业的 专门研究微表情 你别说一个大活人 站在我面前 就算是一只母猩猩在这儿 我照样给她分析出来 我上午开完记者会 下午就收到了对象威胁卡片 我现在鼓励无助 还要被你们不停诬险 我又怎么做人家呢 姑娘 你先别激动啊 你好歹 帮帮劝劝 一个人悲伤的时候 下巴会有收紧或者抬起 你看她有吗 演啊 你接着演 行了行了 你越分析她哭得越厉害 姑娘 你也别哭了 我们都是依法办事 既然你也是受害者的话 我们也不会故意为难你的 戏不错啊 不当演员真的太可惜了你 还敢讲我 知道明天头条会登什么吗 御兴娱乐经纪人当场被警察带走 就因为你报一个警 我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听说贵公司最擅长的手段 就是炒作营销 你当众被带到公安局来 反而增加了曝光率 若是算到损耗营销的话 你不亏啊 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了 你要是早跟我好好沟通的话 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局面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赶紧给我搬走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 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啊 这房子是我租的 而且过错房在你啊 房子是我的 我就是道理 我想租就租 不想租就不租 我才不想为了这个房子 跟你有半毛钱关系 你以为我想跟你 有半毛钱的关系啊 要不是因为这个房子 我才懒得搭理你 那正好你就应该 赶快给我搬走 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我就不搬 你必须给我搬 缺乏心意 没有自我风格 完全是跟风啊 我设计的衣服 不是给那些明星的 是给懂得美 追求美的人而设计的 你看看你这些款式设计和线条 除了明星谁能传得进去 拿回去重做 走 你今天火气这么大 昨晚上没睡好 我房子问题都没解决呢 我到哪儿睡好去啊 这女人那么难搞呢 她让我退租 不 我还没搬进来几天呢 才让我搬走 本来我打算把这房子 买下来的 现在把我计划全打乱了 她还真让你搬啊 我以为她是在吓唬吓唬你的 不是因为你报警 让她当面出囚 她能恨我吗 要不然我 我去给她道个歉 你觉得有用吗 那倒不用 这个人特别固执 油盐不进 软硬不吃 普通人跟她说理她根本听不进去 自从搬到那个家里以后 我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 我这眼皮子我跳了一天 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苏晓 你在哪儿 苏晓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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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什么 对不起 别在这边装可怜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明天就给我搬走 其实我一直在等你 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我 我 对不起 我 对不起 他为什么说 其实我一直在等你 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难道 他不肯离开的原因是因为我 难道他爱上我了 真的是 太完美 也是一种麻烦 怎么办呢真的是 常常被人家爱上真的是 太烦了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停止对我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说实在的你这种类型不是我的财 你在自言自诩些什么 我明白 还要在一时之间让你放弃对我的感情是有点强人所难 尤其对象 还是像我这样如此完美的女人 完美 你 做广告的你 关于房子的事情 我稍微考虑了一下 觉得你道歉的态度还算诚恳 既然你已经意识到自己错误了 那我就可以原谅你一会儿 江东 谁说我道歉 我道什么歉呢 是你自己昨天半夜的时候跑来我家 哭着 跟我道歉 让我原谅你 我说你这人有点东西啊 意想正吗 意想 谁意想 是谁昨天半夜 跑来我家深情地叫我原谅他 搬家 绝对要搬家 今天公司练习生呢 跑哪里去练习了 他们今天主要是负责那个形体训练 已经在排练室集合了 你挑几个壮的 去我家搬家 顺便练习一下形体 搬 搬 搬家 我 看你 进来 坟 united 问我 乌鸦 你来一趟 我家好像进贼了 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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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没经过我的允许就进我家门是吧 门口那些东西也是你搬的 没错 东西是我搬的 不过你说错了一件事 这里是我家不是你家 我已经把租金打到你的账户上了 外加一个月的违约金 所以这个合同作废 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都应该围着你转 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创伤 才会有这么强的控制力 是不是所有人的想法都要跟你一样 肯满意是吗 不要以为你学过几年心理学 就可以控制所有人 记住你现在的表情 这才叫真正的害怕 以后演戏的时候就用这个 不知红色的 对 很好 真的二十二算 怎么样 还会不会知道 喂 喂 什麼 我立刻過去 鑰匙 我冷靜下來後覺得 我們還是應該好好談談 我現在沒有辦法跟你談 我有急事要出去 你有沒有車 能不能載我一程 拜託求你很急的事情 我可沒有當司機的習慣 如果你載我一程的話 我就跟你談 立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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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姐 他在那跳舞呢 明天要拍戏怎么让回来这里 我来不住的 他非要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宋子豪 你放了 你来了 你通过了没有 这么多人看着 被拍戏让你就不贵了 那又怎么样 我现在玩正开心的 来 一会儿开起来 来 宋子豪 从我没有发布之前 赶快走 你干嘛呀 没看到人家不愿意跟你走吗 走走走 你谁呀 你认识我们子豪吗 哎 我知道他是谁了 他不就是那个欺负宋子豪的经纪人吗 就他呀 谁要欺负我们子豪啊 你干嘛要欺负我们子豪哥哥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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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欺负我们子豪哥哥的鞋 别动手 快点 别动手 有话好说 这么过分 你怎么说是子豪吗 别别别 别别 哎 哎哎 好好说话别动手啊 你又谁啊 关你什么事啊 别管我是谁 我就看不惯你们一群人欺负一个女的 谁告诉你啊 她是我男朋友 有什么事找她 怎么样 有他们的 不是走 哎 给我让他 给我让他 你回来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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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子豪 你给我站住 还记得公司不让你来这种地方吗 喝酒了吗 你喝酒会过敏 你如果脸肿的话 你明天怎么去剧组拍戏 果然 早知道刚刚真应该喝一杯吧 你现在红了 可以为所欲为了 你不要形象了是吗 什么形象 是你给我设定的形象吗 我都是在配合你的演出 当初入行是你自己选的 你要对你的选择负责 没有一个工作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你不能只享受 镜头前的名利跟风光 而去拒绝付出跟妥协 你少过我再说教了 我听腻了 我已经受够了这种 没有自由的生活 解约吧 反正我现在红了 也不愁找不到帮我付给了金顿公司 你以为红了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你当初还是默默无闻的新人的时候 是我带着你 带着你去跑通告 求导演 求资方 那个时候你不是这副嘴脸啊 那个时候起码你懂得感恩 你记得叫我一声姐 你现在红了 耍大牌了 到处闯祸 哪一次不是我去解决 我告诉你我是你的经纪人 不是你的保姆 我就烦你这副嘴脸 好像全世界的人离开你都不行事 你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统着你吗 那就是因为你太自以为是了 你太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在你的眼里只有工作 只有利益得失 所以你注定被人爱 所以另外才会离开你 Zither Harp 追没多少的蜡烛 谁用祝福去掩饰孤独 错过多少颗流星 才能把爱领悟 吹散了蜜蜜 谁登场怕谁救赎 最惨夜空下 你就这样出现 遇见你 下水一定能收了礼拜 啊 爱上你 未来都很清晰 啊 遇见你 有你的梦让我坐下去 啊 最惨的你 落进了我心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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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长的旅途 谁立场坐剑自幅 最惨夜空下 最惨夜空下 你就这样出现 啊 啊 遇见你 有你的梦让我坐下 啊 啊 最惨的你 啊 不进了我心里 啊 啊 啊 遇见你 遇见你 像水一定能收了礼拜 啊 啊 爱上你 未来都很清晰 啊 啊 遇见你 有你的梦让我坐下去 啊 谁在等你 不进了我心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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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